我下载下来之后,也增加插入一栏 然后这一栏的话,一样就帮我把他的名称带上去 然后帮我把公式带上去 然后并且帮我向下填满 OK,那这样的话怎么做? 各位其实可以拿之前的那个范本 应该还记得吧,在云端白板上面 我们在第7页的地方,其实就有什么插入栏的这个sub 那这个插入栏sub,其实就是插入两栏 其实这两栏动作是一样的 包含就是insert一栏,然后再加那个他是哪个栏位名称 然后再把公式给他,另外让他向下填满的autofill 底下其实动作一样,只是在追一栏而已 那可是我现在在哪里呢? 我现在在那个第一栏,那怎么办? 没关,你可以拿这个当范本 当然上面其实也有另外一个方法,就跑回圈 不过之前比较过啦,明显看得出差异 似乎好像那个 只要是你的 出生格越多,那差异越大 所以列数好像这个3000多比,其实不算多啦 假设说像之前台电都8万多比的话 哇,那差就差很大 像这3000多比,感觉其实差异没有很大 可是资料越大,用autofill的差异就越大 所以我可以把这个复制,Ctrl-C,OK 然后呢我可以把这个地方Ctrl-V 贴上之后的话,其实再来改什么 不外乎就是改,你要插入到哪一栏 因为我要插入到D栏,所以你这个地方就改成什么 insert的地方改成D 然后这个栏位名称的话是在D1 所以把这个改,其实就是把1贴上之后把它改成D就可以了 然后呢公式部分的话直接从这边 把它直接复制贴过来 记得复制贴过来的话可能要特别小心 双引号一定要保留 把它贴到这个双引号里面 所以记得这个把它复制,一般是这样 把它复制之后记得一定要按取消 如果你没取消,你切到VO Basic一定会卡住 因为它切不过来,优标还在这里 所以取消一下 然后再切到Visual Basic 再把它贴上 OK 那贴上的范围,一样是从这边D2 Auto fill后面呢 从D2一直到D的最下面 一个位置就向下追踪 那这样应该OK的 那如果说呢 我希望下载资料就顺便插入栏的话 那当然一样啦 我先讲过,你可以直接call什么 call 然后直接就把插入栏放到那个call的后面 中间加空白就可以了 直接这边再加一个 意思说你帮我下载之后呢 顺便再加一个栏位 OK 那这样就 等于是把刚刚第1步跟第2步全部放在一起了 OK 所以那我们直接执行这个就可以了 当然将来如果你要贴心一点 你可以把这个按 这个把它变成按钮 放在这边按一下 它一样可以去run这个程式 把它执行一下 那你会发现这个地方 黏的部分也会出现 你就不用多做一个动作 OK 第1个 那第2个的话呢 就是说呢 我要枢纽分析表 这个前面有做过啦 如果枢纽分析表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比如说你想要做这个动作 那假设你觉得 这些动作呢 如果你要把之前的程式拿来call 显然会比较多 不一样的地方 所以你可能还是一样啦 就是说做一个复习 把它再录制一下 就是我刚刚做的动作 把它在 尤其是刚刚这个标签 这个标签部分要打勾取消 跟之前的程式又有点不太一样 那假如说你这个部分不OK的话 那一样 你可以把刚刚动作彩排过之后 删掉 那接下来的话呢 你就是直接再用 这个开发人员里面录制 那录制的话 当然这个地方我就是 先从一个枢纽分析表好了 OK 先表在图 枢纽 枢纽表 那一样哦 按确定之后呢 我们一样就是 插入枢纽分析表 然后范围OK 按确定 然后接下来年拖拉到年 那年拖拉到值 然后再把这个列标签里面的102 103打勾取消 OK 那第一步 我建议你就先到这里 因为你如果再把图放进来 其实会比较混乱 然后呢 我们就先到这边先停止 OK 把它停掉 所以记得在切到哪里 开发人员里面 停止录制 一次建议不要 录太多动作 那接下来的话 你可以再到这个 聚集里面 找到 枢纽表 OK 按编辑 那你可以看到 刚刚录下来的东西 就都在这里 那首先的话要哪些地方 要 把它 就是 做变更 那这个地方我上一半提到 我习惯是这个application 点什么copy mode 这个点于false 这个其实可以把它delete掉 OK 好 然后呢 第二个的话 我个人习惯了 这个add的话 实际上就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一般习惯了 新增add的话 如果你没有预设说 你要到 新增到左边 还是新增到右边的话 理论上是会先增到前面 OK 左边的地方 那你如果说老师 那如果我想要新增到右边 那可能比较麻烦 你可能还要空一格 add的部分的话 你可能还要 再把它改成 预设是before before的话就是 在你原始的工作表的前面 那如果你要放后面的话 就after 不after 我觉得这个有点比较麻烦 也许我们就预设 在前面 我们先用预设前面好了 那add之后你会发现 它的游标就会停在 这一个工作表 所以 一般 它这个地方会有个select 然后 这两行 其实我是建议 可以先把它删掉 或者先注解掉 然后在这边的话加什么呢 目前的工作表在active 比如说我要重新命名的话 那我就加一个什么 active 目前活动当中的工作表叫sheet OK 它的名称叫.name 它的名称 工作表名称等于什么呢 等于 那你就给它一个名称 比如说历年 那这样的话它就是新增一个工作表 然后帮我重新命名 OK 然后目前的catch 我前面有讲过啦 这个source部分的话 看你会不会改 这个source不改应该没关系啦 不过未来这个这个数字可能会需要变动的时候 那你可能要改 一般我的习惯会把豆点value version 版本部分把它delete掉 然后底下这个什么default version 这个也会把它delete 因为它如果换在不同的 地方执行 可能会因为版本关系会有一点问题 另外的话 你要放哪里 目前是放在 这个可能要改一下 这个我是 它这个是工作表3 可是将来如果你 假设新增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不见得 一定是工作表3 所以呢 我们理论上 建议是用什么 一样 用active sheet 可能会 相对比较容易表达 目前工作 就是你要放哪里啊 那你就放在 A3 这个 这个储存格 但是你 甚至你 active sheet 甚至不用 你直接用range 直接点range A3 这个可能要试一下 如果我今天 假设我不指定哪个 哪个工作表 因为目前就是这个工作表 那其实active sheet 也应该可以不用加 这个也许你们可以再试试看 然后这边的话 跟他讲说 你帮我 放在A3 然后 Table name 我就不改了 这边叫 苏纽分析2 这个如果上下一次就OK了 那里面还有哪些要改 其实底下这个with到endwith这一段 有没有 其实理论上我会把它删掉 为什么 因为这个预设的设定 这一串 可以把它删掉 那底下的话呢 应该就 这样就OK了 理论上 这里面的话包含就是说呢 它的列 就是年 它的value也是年 然后它多了一个就是说呢 它的筛选visible 它把两个把它隐藏起来 写法就是这样子 叫pivot items 102 103 点visible 等于false 如果以后啦 假如你不想写 那你就直接 这样就OK了 好 那我们来runrun看好了 这个地方的话呢 当然我们如果要重新run 它的话 我是建议你可以把这个 工作表删 删除 OK看看 然后呢 我们一样 不过我建议你可以按F8 组航 因为你一跑 太快了 所以我建议如果你要组航跑的话 你可以 增错里面这边有个F8 这个可以稍微记一下 F8 这个 这个快速键 然后呢 你按F8它会组航跑 我们来看一下F8 add 也有啦 OK 然后呢 把目前的这个工作表就是它 因为我游标现在停在这里 它的名称改成这个 按F8 改了 然后呢 帮我产生一个 这个这个 在哪里 在A3的位置 OK 那 A3的位置我刚刚提到 是不是这个不用没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这个工作表 那你再跟他讲 这个工作表 好像有点多余 所以我这个拿掉看看 OK 我也不确定 之前会加F8一下 可以 所以理论上 就跟他讲说 在 在这个 因为已经 他已经是在这个工作 所以你可以不用加 所以这个地方 可以 可以再斟酌一下 然后呢 帮我把年放进来 所以增加一个枢纽分析表 然后年放在列 所以这个 这个是增加一个枢纽分析 然后把年 放在列 那Possession是第1个 然后再放取 Possession可能就放在 第2个位置 就放在他隔壁 然后并且帮我把他的那个 这个这个年的 这个102103 把他什么 把他这个 取消掉 不过这个看到结果 好像有点问题 这变成说 他的列 他列不见了 这个列的部分 应该要出现 可是他列变成 他隐藏掉了 所以 这个可能要再看一下 这个地方 是不是还有哪个地方不能 不能去掉了 请各位先试试看 就是先 把刚刚的那个 就是 程式里面 先增加一个插入栏 OK所以他扣他 第二的话呢 录制那个枢纽分析表 并且做一个调整 那这个我再看一下好了 来 画面在 停止共用一下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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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